你們還不知道新聞這個真是假 就馬上來罵我們 叫我們滾回越南 大家都沒有工作嗎 都是上網來罵人是不是 我真的很懷疑 我每天都忙得要死了 我也不需要去道歉或什麼 因為我根本沒有做錯任何事情 該道歉的是這一些亂報的人 所有報出來的我一律提告 因為這已經完全傷害到我很大的名譽 而且他說如果有吸金上益的話 麻煩請檢察官去查我的戶頭 有沒有吸金有沒有錢進來 就是很清楚 第一他不是直銷他沒有拉下線 再去查 因為如果要做直銷有直銷牌 重點是有開發票 如果要吸金誰要開發票 如果要吸金還需要走任何金流嗎 如果要吸金真的有需要去簽合約嗎 是不是從來沒有想過 有一定會被人家講說有吸金這個狀況 我真的是打總經理 我覺得我沒有想過這個事情 我每天都努力工作 我已經來到台灣20年了 我取得了台灣的中華民國的身份證了 結果報道報出來是我是非法打工的 我怎麼會講我來這邊是非法打工呢 我是一個新住民的身份 我要比台灣本地人加倍努力才能過 真的是這個樣子 我也沒說說因為 我的身份是藝人 所以過了比較舒服啊沒有啊 這新聞報出來真的是對我傷害很大 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新聞記者 這位記者真的是不做功課也沒有道德 他是沒有被氣死嗎 我早上就已經聽過了 今天臉書就開始有人謾罵了 你們還不知道新聞這個就是真是假 就馬上來罵我們 叫我們滾回越南 在這邊生活那麼久了 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嘛 幹嘛一直叫我們滾回越南呢 本來我們要刪掉 因為我覺得台灣是一個很溫暖的地方 不要看到那些罵的那麼露骨 結果刪不完啊 現在的網民越罵越難看啊 越罵越不好啊 會對網友提告嗎 我會啊因為已經有截圖了 大家都沒有工作嗎 都是上網來罵人是不是 我真的很懷疑我每天都忙得要死了 現在發文是要負責任的 我也希望那個新媒體要對我們負責任 這樣子真的是非常不OK 不好 好 哈嘍大家好 我是何套成 哈嘍大家好 我是李柏奕 哈囉大家好我是柏蘇瑤 哈囉大家好我是依依潔 一直覺得 素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看什麼看 快聽了嗎 快了 快點